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胀目标一日不降低的话 息口仍会维持高位 正如之前所说 通胀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需求及供应 供应方面 能源供给 以及供应链那边已经控制不了 只能将需求那边尽量减低 减低需求就要看就业市场 正如现在外围市场依然是很乐观 预计今年年中就开始回息后见顶 所以今晚议息之后的会后声明如果出现不似预期的鹰派言论 市场应该都会有颇大的波动 就正如我刚才所说 究竟劳动力的市场有多火热 这个星期 开始已经将之前在17元附近沽出的836华晕电力 慢慢在16元或者楼下买回 但依然是分着慢慢地买 由于836一向的波幅都比较大 所以是买回货底 有货底的时候 等再折更多的时候 才会再加注 之前提及过的2602万物云 也都已经跌穿了48元 可以考虑入场 由于业绩期将来的 相信有不少内地的物馆都会相计发出迎景 预计2602由于是新近上市 而且没有公司万科 在财务方面也没有太大压力 因此 如果有机会因为板块的调整而跟跌 这一波45元附近就值得买 今期的短线推介是7552 南方恒生科技指数反两ETF 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主要都是因为风险管理 大使现时的乐观情绪离慢 如果联储局以息后的证明和市场的许期有出入 即是息后也有机上行的话 首当其冲的 必定就是科网股 因此 做定风险管理 5个半附近 入定7552 看看有没有糊色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徐定安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无持有提及之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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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